据台湾媒体报道 民进党所谓公投说明会高雄场 20号在高雄凤山举行 台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在宣讲时 有反莱猪人士到场抗议 苏贞昌竟鼓动民众把他赶出去 对此就有蓝营人士谴责苏贞昌傲慢暴力 要求他向陈情的民众道歉 抗议人士李建成冲到台前 举着带台湾人不吃风猪肉标题的布条 向苏贞昌呛声 苏贞昌立即回应 鼓动民众将其赶出去 并戒乱将矛头指向国民党 对于苏贞昌的粗暴行径 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林涛谴责道 民进党嘴上挂着谦卑 但苏贞昌如此压霸 暴力对待民众已经不是第一次 应立即向陈情民众道歉 林涛表示 2018年9月 苏贞昌在瑞芳遇上反深奥燃煤电厂次就会陈情 也是强行抢下对方文件 并以用力拍肩拍度对待民众 显然苏贞昌虽自称一日三省无声 但只要听到反对声音 似乎就会变得特别暴力 苏贞昌如此恶行恶状 显示民进党毫无与民众妥善沟通意愿 更坐实所谓公投说明会 只不过是选举动员式的造势大会 据了解 李建成被嫁出会场外时表示 苏贞昌企图散播不实的资讯 为什么苏贞昌不敢跟民间团体当面辩论 让资讯充分揭露 高雄凤山分局事后也表示 李建成在现场没有违反相关规定 不会罚办他